文化局推出《彼岸他方》系列活动 记录澎湖近半世纪前曾协助越南传民的故事 在园局书店、户外庭院举办了讲座等等的活动 让民众重温当年澎湖参与人权事件的记忆 文化局举办的系列活动 我所认识的越南人文 有老师高世哲以及李永龙 分别主讲越南文化和澎湖越南历史 还有媒体、骑劳导游等分享越南事 现场还有澎湖饮食文化交流 以及东南亚图书借阅 协助以外我们以后要朝向文化交流大家的合作发展 跟对文化一起去弘扬推广 澎湖跟越南之间有几段历史上的渊源 包括早期蔡庭南时候 到后来周杰儿周阿姨他们那个时代 到最近一代是我们奉解我们这个新时代 我们跟越南的渊源事实上都很密切 那我们一定要向在这个土地上面认真生活打拼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致上我们的敬意 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合作 推动两边文化的一个交流 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到美国的加州去看 你们也一样是八卧中 对啊就是有肉啊然后糯米啊 然后他越南话叫凡征 不论最有名的越南三菱 然后叫越南粽 越南的河粉 越南的餐厅 这个是越南粽 然后他的越南话叫凡征 那个我们凤姐就是专家了 厂厂的 县政府社会处新著名家庭服务中心志工队 现场也以印尼越南等等的母语对话 让大小民众体验不同语言 认识不同文化族群 提升对新著名家庭以及多元化的认识 我最早去越南的时候是2002年在中山大学里硕士 那我的教授说要研究东南洋 就必须要到东南亚当地国家学习东南亚语 所以就让我中南半岛选了一个国家 我就选了越南 那第一次选越南要出国的时候 我的父母觉得说 为什么去共产国家 很危险 那时候我又还没有当兵 从来没有出过国 那到了越南之后 那以下飞机我发现 一个中文字都没有 我非常的心慌 还好 越南的朋友们协助我学习的越南语 我来台湾 我开了一间小事故 在我们西域乡 美安村那边开了一间便当店 我是越南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开越南的美食在西域 因为西域的越南的人口不多 所以就是开不起来 后面有我旁了一间就是做便当的还有其他的台湾的料 我来做了十年 刚开始 刚开始开的时候也是一道困难 因为我们越南的口味跟台湾的口味正大不同 我们吃的味道会比较重 我们台湾这边会比较心疼 我来做了一间小事故事 曾教明语言 这是他的文化 主要课程在亚洲 然后课程会在东南亚地区 比如是越南、印尼、泰国、米淀、柬埔寨、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 主要是七国官方的语言 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 然后来到澎湖我们就要教我们第二代的学生 然后可以认识他们的母语 根据记载1975年南越沦陷 大批的越南难民海漂逃难 澎湖在1977年至1988年间 共收容50多艘船和2000多名的越南船民 这是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 参与人道救援的一段重要历史 澎湖跟越南事实上一直是很亲密 借与活动当中也一起来推动两边的文化交流 记者王海龙报道